世界史上四大恶人排行榜,希特勒排第一。 中国历史上,有人也上榜了历史的长河里,就像三国演义开篇说的那样, 天下大事,分九必和,和九必分一样,战争与和平也是在不断的往复中,所以没有绝对的好,也没有绝对的坏。 但是历史上的恶人,却也是让我们后人永远去痛恨的,因为他们非人性的报复人类的行为, 也不会得到我们普通大众的原谅,犹如南宋时期的秦贵。 所以,今天就来分享一下历史上我认为的几大恶人吧。 您认为如何?看看就知道了,他们没有最坏,只有更坏。 第四,本拉登。 这个人我相信,在如今的世界上,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名字,作为恐怖组织的首领, 可以说是,做出了很多震惊世界的大事件,可以说,这个名字给全体的美国人,都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了, 尤其是那件人尽皆知的九百一十一时间。 不过呢,他的家庭背景其实是很不错的,而且,在年, 轻任时候,也是一个小鲜肉,究竟是什么让他走上了这样的一条道路呢? 无人知晓,他还说过一句话,不会和东国为敌。 第三,铁木针。 在我国的历史上,我们都知道,成吉思汗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, 他带领着他的铁骑,开拓了中国的领土, 他的部队是非常厉害的, 他也带领着他的部队去到了欧洲, 但是,他获得领土的手法,实在是太过于凶残。 可以说,他走过的每一领土里面的人,都是非常害怕他的, 他也是烧杀抢夺,什么都做,而且手段还极其残忍。 所以在欧洲人的眼里,他就是一个大恶人。 第二,玉林皇帝。 他一生中做过很多坏事,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 他号召军队对我国发动进攻, 这场战争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创伤, 除了大量的财产被抢劫外,还造成数千万人死亡。 此外,他还派人攻击其他国家,并对许多国家造成伤害。 到现在为止,我仍然有一种痛苦。 心情去看他的名字。 第一,希特勒。 希特勒积极宣扬法西斯主义、极端民族主义、反共产主义、反资本主义、反游主义、改组并建立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及纳粹党, 试图在乌鲁建立以纳粹德国为首的新秩序, 力主扩大日耳曼人的生存空间,并重新武装本国。 成为德意志第三帝国元首后,积极扩军备战,并于1939年指挥德军入侵波兰, 直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。 期间犯下种种罪行,并迫害、屠杀六百万犹太人, 以及被占领国家和地区其他民族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